好的 各位小伙伴们 今天又是来修显卡的一天 这是一个什么卡呢 金光赏赏3090 也不是公版 涡轮版的 这个接口还是在背面 尾部 拿到显卡先不着急猜 咱们先上机来看一下是什么故障 可以点亮 可以正常进入系统 也可以打上驱动 那下面就是跑分 压力测试咯 先跑个鲁大师看看 OK 鲁大师跑了一针 然后画面就定格了 非静止画面 已经是卡住不动了 风扇还在撞 但是已经死急了 键盘倒下写灯 也没有反应 也没有出现画屏啊 来者不上了 关机来看看吧 重启之后呢 直接卡B2了 重启之后直接不亮了已经 3090卡B2呢 一般都是显存方面的问题 它显存如果有爆出的话 故障现象就是卡B2 先给它断电 给显卡冷却一会儿 再来上电看看 再次上电呢 又可以点亮了 咱们继续来进系统来测测 之前呢 是跑了一针 这次也是一样 也是只跑了一针 画面立马定格卡死 我决定还是先测一下显存吧 3090看一下超频测显存 能不能测出什么名堂来 现象依旧啊 这个显存测试刚跑了一个疗程 它就也卡死了 但是测简单的显存测试呢 是没有爆错的 六个通道都是怕死 我在显存测试上面花了好多时间啊 测了好久也没测出什么结果来 我说测一下供电吧 咱这核心背面有电容可以测到 最左边的这个 看一下它是有0.75V的 这个应该是核心供电 但是我测另外一个的时候 它居然没有电压 闹了半天原来是供电掉了呀 这是什么供电掉了 显存供电还在 有一个0.75V 看来应该是核心供电掉了 这个供电重启之后又出来了 也是0.75V 它出来的时候就可以显示 看现在已经进系统了 咱们继续来跑个测试看看 把它的问题逼出来 让问题逐渐的浮出水面 OK立马卡死 卡死之后咱们迅速来测一下 之前那个供电 裹不起了已经是消失了 看来就是由于这个供电 确实导致的显卡卡死 并不是显存的问题 这个供电等下拆开 咱们来看一下到底是哪路供电 它的核心呢 主要是两个供电 一个是NVDD 一个是MSVDD 都是供到核心的呀 也可以叫做核心供电 先给它拆开来看看 打开背板我发现这个卡 好像是被修过的 看这个位置 补了电容 这个电容不像是原厂焊的 像是厚焊的 再把板子取下来看看 它这个是另外添加了一个小板 这样的话就可以用来尾部供电了 这个线有点当宝呀 可能原厂就是这样的吧 这个厂还没见过呢 这个位置也发现了一点维修痕迹啊 看吧 这个这几个电阻 这个电阻没了 另外一个电阻都撬上天了 打开点位 看一下这几个电路是干什么用的 是MSVDD供电的相关电阻 这个是反馈电阻 底下这个呢 是PWM信号的输出电阻 这个电阻如果没有的话 它就会缺少一项供电 这个架式的话咱们可以请波哥登场 PWM信号望远表测不出来 先测一下每一项是否已经正常产生 3090的供电比较多 左右两排都是 挨个测一下 波形都有 右边这一排测的一边都正常 再看一下左边这一排 左边最底下这个它就没有工作 它只有电压没有波形 所以底下这个我估计就是之前拆掉的那一组吧 它把电阻拆掉了 这一项就关闭了 看一下其他的里面有正常工作 其他的好像都正常 挨个测过去吧 刚刚刚那一瞬间我发现那个波形不太对 多了一点杂波 就是这一项 是吧 表比搭上去的瞬间 峰值明显不够 挡电 重点检查一下那一项 要的老命了兄弟 你猜怎么着 这个电杆啊 我一抠它居然起来了 这 这好吗 这太不好了 这怎么能起来呢 你看吧 两下一拽它直接掉下来了 不知道的还以为拿502张上去的呢 我把这一个重新焊好之后 我以为没事了 但是您猜怎么着 这个我是焊牢了 拽都拽不动 但是这一排其他的都没好到哪去 拿镊子轻轻的拽一下 就直接掉下来了 是这里吗 这不扯 恐怖不 徒手拽电杆 像这种电杆 平常想拽它的话 那都挺费劲的 电杆呢 它是高发热元气键 必须要焊得牢固 所以呢 给它上面上锡 那都是上很牢固的锡 你看右边这一排 它怎么拽都拽不动 平常我想拽个电杆 那得费九牛二虎之力 像这种情况 我猜测可能是工厂生产的时候 这一部分往上面刷锡膏的时候 可能是没刷够 所以才用了几年之后 就出现了这种现象 那我得把锡膏给它打满呀 多打点 焊盘上面全部抹上锡膏 不用焊油 人工摆键 手动点锡 然后把这些电杆挨个摆回去 之前黑屏呢 估计就是这几个电杆 都成这样子了 肯定没法好好工作 导致供电掉了 供电一掉立马死机 哦 这里有个装错了 摆好位置之后 咱们直接拿风枪加热 把膝膏给吹化 让电杆完美的焊在焊盘上面 这可能是之前生产的时候 他们也是用钢网刷锡膏的 估计这一块锡膏刮少了 你说它运气好吧 生产问题 你要说它运气不好吧 它又用了这么久 这一排电杆之前有两个漏网之余 没抠动 但是稳妥几件 还是先往银角上面打上焊膏 全部都给它加固一遍 因为它边上有电容 烙铁也生不进去 直接用这种方法把它焊接到位 这西江打了这么多 全部吹融化 这下应该没那么容易掉了吧 温度有点高 拿个风扇对着吹一下 给它降降温 降温之后 咱们继续来排查一下供电 你看现在这个电杆 怎么抠它都不会掉 把之前动过的那几个电阻 给它还原一下吧 我估计这张卡 可能一开始就是这个问题 之前维修的呢 把这一路供电断开了 然后就好了 估计是这个电杆 先一步的虚焊 然后把它关掉之后 它就不影响其他的供电了 现在再来测一下 每一项供电 波形都已经起来了 全部测了一遍 也都正常 装机之前呢 还得拿热成像 看一下有没有异常发热的MOS管 显存供电 四个电杆是温度比较高的 这个正常都这样 装机之前呢 把核心的硅枝重新涂一下 倒了电就没必要花了 这种卡散热好不到哪去 上机 看最后的测试吧 继续来跑鲁大师啊 之前呢 只能跑一个画面 现在已经可以循环的跑起来了 我会在拖揽卡时 鲁大师可以跑完 跑分也都正常 修这种问题啊 也不需要过多的去查电路 眼尖 手快 就能发现问题 跑鲁大师呢 正常 跑天天圈呢 也都没啥问题 温度嘛 也还行 这种涡轮卡温度降不下来了 换导温电也没用 跑了一遍 3DMark也都可以通过 没啥问题 开个游戏来试一下吧 奇怪 我问这个卡组的时候 他说这个卡以前没有修过 他们公司的卡都找我修 如果被修过 那也是在我这修的 那我怎么不记得这张卡呢 一点印象没有 也没看到标签 莫非生产的时候 店主就拆了